给我看电视 孩子吵闹将家里弄得一团乱 爸爸坐在一旁撬着二狼腿 看报纸根本不管事 妈妈下班后就像在跑马拉松一样 不只要煮饭还要整理家务 忙得团团转 相信这是很多家庭的写照 我们既然是两性的社会 那我们所有事情在家庭里面 不分你我一起来承担 这个家庭的工作的话 那真的会发现这个家庭 越是这样的和乐的话 他的幸福指数越高 女性大概都是60%以上 男性大概都是20%以下 这个比例就是说 不管是说准备餐食 或者是送小孩上下学 或者是看功课 陪同就医 大概比例都是这样 不只要忙扎物联家中小朋友的 生活起居学校作业等等 也都是由妈妈一手包办 根据统计超过六成以上的职业妇女 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 为了提倡性别平等 社会局也呼吁 应该要全家齐分工 一起做家事 希望大家都可以把 这些做家事这件事情呢 当成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 大家来做一下专业分工 那不会让偏老某一个性别 然后未来小孩看到家里 也是这么的一个和乐 然后用这种轻松的方式 来做分工的时候 那未来小孩长大 也会很乐意来做这件事 提升家庭的幸福感 将性别平权观念向下砸根 主办单位除了在校园 举办戏剧小学巡演之外 10月26号也将在龙井区公所前广场 举办全家一起乐家式 妇女权益宣导活动 也欢迎民众一同共享盛举 远军台中采访报导